Hello 大家好 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虚构推理这部动画 主角城市的午后 坐在医院旁长椅上 小气的女主角秦子 一睡醒后 就立刻去搭讪旁边的帅哥 男主角九郎 说好久不见 只是九郎完全没影响他是谁 秦子就说自己是他的救命恩人 两年前在这间医院里 刚好看见他被小孩撞跌倒 便急忙藏后放扶住他 以免他撞到头死掉 也希望他好好记得自己这个救命恩人 因为当时那个瞬间 就对他一见钟情了 可当时也发现 他有个叫杀季的女朋友 便没有出手 只能向护士打听情报 向九郎来医院 是来探望他长期住院的堂姐六花 看杀季的感情 已经到论基婚嫁的地步之类的 至于两年后的现在会跟他搭话 是因为从护士口中得知 他已经跟杀季分手了 现在不上 更待何时 恋爱就是要主动出击 所以搭话的目的 就是希望九郎能和他 以结婚为前提交往 吓得九郎以为这女孩疯了 也以刚分手为由 拒绝了秦子 秦子边问他 和杀季感情这么好 怎么会分手呢 九郎便将事情始末说了出来 之前跟杀季出去玩时 竟然遇见何同 让我震惊不已 杀季也被吓得全身发抖 直接抛下杀季 惊恐地哭喊着 像兔子一样落荒而逃 最后杀季说 没想到我是这种人 我们的关系就变得越来越尴尬 最后以他去外地就职为契机分手了 总之你信不信都行 不信就当我是个 把被甩一次怪到何同身上 脑子坏掉的人吧 不管如何 我都不配当你男朋友了 请子一听 就要九郎羞蛋积累把话讲清楚 丢下杀季逃走的到底是谁 逃走的不是他 是和同对吧 和同看到他 深感恐惧逃走了 杀季怀疑 害怕他的身份 才说没想到他是这种人 九郎则笑着说 世界上哪有和同呢 全是他伤心乱讲而已 小新却回 人家见过和同哟 其实妖怪到处都是 只是对人类没什么威胁 但妖怪看见你后却对我说 你长得超级恐怖 至于我为何能看到妖怪 是因为我11岁时被妖怪掳走 他们请我成为智慧之神 协助他们解决问题 我答应后 就被取走右眼和左腿 成为他们的公主 九郎则是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 这时 一只能变身的狸猫妖怪 突然跳出来 说有怪物在图书馆捣乱 希望秦子快点去处理 秦子一听 就拜托九郎来帮忙 毕竟多看见几只妖怪 就更能证明他没有骗人嘛 但九郎才不要嘞 感觉有够危险 反正都已经看到一只狸猫妖怪了 够了啦 秦子就装可怜 要是不帮忙 明天新闻就会报道有女孩子被杀哦 到时他就会有罪恶感哦 无奈之下 九郎只好跟秦子去图书馆 也看到一只像牛一样的恐怖怪物 秦子便立刻上前 劝怪物别再捣乱 但怪物却失去理智 完全听不懂地扑向他 好 先九郎反应快 及时就下秦子 也顺便骂他一顿 这样乱搞很危险耶 秦子的相当疑惑 原以为怪物看到九郎 就会怕的停止动作 才带九郎来的内 现在没用的话 只能来硬的了 于是他拿一旁灭火器 黑压压的跳过去殴打怪物 也因此被冲击弹下楼 接触秦子的九郎 认为再搞下去太麻烦了 就伸出一只手 故意让冲过来的怪物吃下肚 不断喷剑的鲜血 就让秦子惊恐不已 可不知为何 九郎却一脸毫不在乎 好像生死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样子 下一秒 九郎断掉了手 竟然在一瞬间重生了 怪物则一脸痛苦的 直接倒在地上 肉体还像爆炸一样 血肉撕散 让秦子又紧张 又疑惑地问九郎 他到底是什么东西 九郎则回 自己在11岁时 吃掉了两种怪物 一种是人鱼肉 即使身体受伤了 也能马上恢复原状 只是传说中 吃下人鱼肉将不老不死 九郎却不像的样子 九郎便说 可能是另一只吃下肚的怪物 将人鱼一部分的效果抵消了吧 可另一只怪物究竟是傻 九郎却雨待保留 两年后 在主角城市旁的一座A城市 最近出现一只 胸超大 脸全黑 手拿巨大钢筋 到处作乱的恐怖亡灵 刚人其赖 不过警方 当然不相信亡灵这种东西嘛 八城市有人闹事 一名警官 就开始详细调查此事 那已经变成巡警的杀技 也在巡逻过程中 大略听过刚人其赖的传言 就希望警官行动时 多注意安全 毕竟他知道 妖怪 亡灵这些东西 是真实存在的 那年 和九郎初幼时 突然出现了何同 吓了他一跳 可九郎却毫无反应 何同还对九郎说什么 人类好可怕 怎么会有这种怪物 甚至怕得尖叫逃走 这诡异的情况 让杀技渐渐无法明白 九郎到底是什么 真的要跟这种人结婚吗 所以无法接受的他 就和九郎分手了 也从这天起 杀技开始相信妖怪的存在 让他生活过得越来越压抑 这天 杀技下班回家路上 前方突然有个女孩摔下来 吓了他一跳 更恐怖的是 下个瞬间 刚人其赖竟然出现在前方啊 杀技渐撞 内心突然一个愤怒 不想再因为害怕妖怪 让心情不好 就啊啊啊的冲上前 想打挂刚人其赖 没想到的是 人类的唇头 根本无法碰触到这怪物 害他不小心被反击 摔倒在地 幸好女孩子突然跳出来 帮他撞飞刚人其赖 再靠一招回旋梯 才终于让刚人其赖 变成一道黑屋消失 事后 杀技才知道这女孩叫秦子 而秦子也在知道她的身份后 就马上跟她炫耀 自己是酒狼的现任女友哦 甚至开心的 拿穿酒狼的合照 证明给杀技看她没有说谎 只是每张照片上的酒狼 眼神全都死了 让杀技笑着怀疑 他们真的在交往吗 酒狼很不情愿吧 况且秦子 也不是酒狼喜欢的类型呢 总之秦子告诉杀技 自己算是女巫之类的 是来处理刚人其赖的事情 说完后 秦子就告别杀技 搭乘巨大的骷髅妖怪 继续寻找刚人其赖的下落 杀技则对刚人其赖产生兴趣的 开始调查三观事情 还找到一个 刚人其赖的整合网站 那刚人其赖 原本是一个叫 其赖花领的女明星 在事业飞黄蹭达吃 父亲却摔下楼梯死了 虽然警方调查是意外 后来却有人对这结果有意见 因为父亲有留下一本日记 里面写说 其赖花领想要杀她 因此许多人认为 是其赖花领杀了父亲 此事也渐渐在网络上发酵 其赖花领为了避风头 就躲到A城市的饭店 结果几天后 就被人发现死在工地 被对倒他的钢筋 压得面目全非 脸部完全无法辨认 只能从遗留下的物品 和饭店的指纹 推测出是其赖花领这个人 对中警方就以 无限接近自杀的意外死亡来结案 同时 亲子也发现整合网站 并惊觉 刚人其赖的形象 根本就是依照网站首页插话成型的 看来要了解更多 就必须得搞懂其赖花领的死 所以亲子派出妖怪 却约杀技碰面 也在前往的路上 刚好看见刚人其赖 竟然正在和九郎对决 那收到消息 赶到现场的杀技 就被眼前画面吓到 这样九郎很危险耶 果然下一秒 九郎就不小心跌倒 被刚人其赖用钢筋打爆头 不过没啥差 九郎靠人鱼的力量又复活了 并使出他的另一项特殊能力 预知未来 轻松堵过钢筋 成功把刚人其赖也投扭断 这项能力 是预言兽剑的能力 就是九郎吃下另一种怪物 至于九郎会有这些能力 就要从很久以前说起 九郎的家族 好几时代之前的家主 认为只要吃下剑 就能预言未来得到权利财富 剑是一种人头牛身的妖怪 会说人类的话 预言未来后就会死去 而大部分人类 是无法接受妖怪的肉的 吃下去的人 基本上都死光了 好不容易有人活下来 也因为预言未来挂掉了 家主尝试许久后 就灵光一神想到 只要再吃下人鱼肉 人就能不老不死 就能预言未来了啊 因此家主就开始 让人同时吃下剑汗人鱼肉 只是依然没有成功 不过到了九郎这一代 在死了无数人后 终于成功得到九郎这个完美的成果 之后疯狂的家人 就对九郎做了无数实验 导致九郎逐渐失去痛绝 家人也从实验中明白 虽然能预言未来 但只能预言 选择你能接触到的部分 太远可能性太低的未来 就无法触碰 总之九郎经过一番苦战后 终于将刚人七赖赶走 并和秦子杀技会合 事后众人立刻交换情报 秦子也告诉大家说 经过调查 刚人七赖和整合网站脱不了关系 因为刚人七赖应该是一种 人们幻想出来的亡灵 所以每个人想象出来的刚人七赖 长相应该都不同才对 可实际上 每个人想象的刚人七赖 竟都一模一样 这就代表刚人七赖 是民众以网站首页插话为原型 幻想出来的亡灵 代表是这个整合网站在操控着事 接着 秦子就向杀技询问七赖花灵的死亡情报 并来到事发现场 找附近的亡灵 确认当时七赖花灵的死因 得知七赖花灵在这边抽烟时 旁边钢筋刚好倒下来 他大概是因为压力太大放弃人生了吧 就完全没有闪避的被压死了 那搞懂死因的秦子 就要来想办法对付整合网站 方法是在网站的留言板 留言来改变民众的看法 要让民众认为 网人七赖不是亡灵 是真人假扮之类的 好降低网人七赖的力量 因为亡灵是靠民众的想象获得力量 失去民众关注 想象的亡灵就会失去力量 这样才能彻底消灭他 至于这件事的幕后凶手 九郎跟秦子已经推测出 应该就是六花干的 六花也跟九郎一样 拥有不死神和预言能力 之前六花出院后 捏造了个假的工作和地址 就从他们面前消失了无影无踪 会做这种事 大概是想创造出强大的妖怪 甚至是神明 然后让身体恢复原样吧 另一边 正在调查刚人七赖事件的警官 就真的遇见刚人七赖 并被钢筋杀死 这事就让民众们的想法 渐渐转变为 刚人七赖是超强大的恶灵 接着 主角一行人为了避免事情恶化 就找到正在闹事的刚人七赖 让九郎对付他 以免他乱跑乱搞 然后秦子 就开始在整合网站上留言 试图将刚人七赖不是亡灵的意见 传达给民众们 他也为此准备了好几种说法 第一种 警官是被犯人杀害的 犯人可能是娇小女性 才借用刚人七赖这个都市传说 诱骗杀害了警官 第二种 刚人七赖是真的亡灵 七赖花灵死后到了天堂 从父亲口中明白事情经过 愤怒之余变成亡灵 限于人事想要诉说真相 自己没有害此父亲 第三种 刚人七赖是精神异常者 虚构出来的亡灵 目的是想要接近七赖花灵的姐姐 第四种 其实七赖花灵并没有死 是吊包了尸体 真正的七赖花灵还活着 为了让自己的死更加真实 才创造出刚人七赖这个亡灵 然后为了让刚人七赖迅速扩散 就架设了整合网站 也就是说 这个网站的管理者 就是还活着的七赖花灵 这些说法 虽然与真相无关 却让人们深感兴趣 也渐渐相信这个刚人七赖 不是什么亡灵 是有人故意搞出来的而已 注意力也纷纷从亡灵身上 转移到七赖花灵是否还活着一世 虽然六花也靠着不死身 和预言能力妨碍秦子 最终却仍敌不过秦子的聪明 彻底被击败 无法再改变事情的走向 所以失去力量的刚人七赖 就被九郎轻松打败 事情就结束了 最后 人们对刚人七赖失去兴趣 开始谈论七赖花灵是否还活着 或是转移目标 去关注其他都市传说 短短几个月 就再没人提起过刚人七赖 那之后六花还会做些什么 九郎跟秦子 又会如何化险为一呢 就下期再说吧 看完后我就在想 我希望有种正美女妖怪 会对男孩子这个那个 我希望有种正美女妖怪 会对男孩子这个那个